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小圆群 骑得伪式牌的那个feel 然后后面的木质调 我觉得它有带出了一点点小小的自信跟成熟感 那因为它是要衬托那个前面的香柠檬跟鸢尾啊 然后其他的花香的感觉 我觉得这一支我蛮推荐给刚踏入社会的上班族来用它 你可以刚开始接触精品 刚开始步入社会 然后刚开始可以给自己点信心的香味 然后晚上那个鱼味又很适合跟男朋友去约会 因为它那个淡淡的花香其实很舒服 推荐给你 好 那我们请林心立帮我们介绍淡香精 对 这一支淡香精它相较于淡香水它的味道在多一些些沉稳成熟的味道 那一开始的花香不是那么的明显 反而是厚掉的木质感在沉稳多一些 但是它走到大概二三十分钟之后 花香跟木质融合得非常的棒 我觉得它这支是非常适合在就是凉爽的夜晚去使用它约会啊 或是说就是跟喜欢的人吃个饭的时候都可以喷这支 我觉得它会是一支让人家觉得你是有点小成熟性感的女生 然后它的味道又非常的经典 那是一支可以长久穿在身上 然后让人家也不会觉得腻的一支花香掉的香水 好